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开始之前只是想问大家有多少人在做灵修辅导见人? 有哪些是见灵修辅导的? 中间有些人两面都被陪伴或去陪伴都没有做过 似乎都有一定的数目 无论如何都欢迎大家来 如果完全没有经验的人可能对我说话有些陌生 假设你是一个陪伴者 说之前在原用语中有几个用语一样 宿令导人、灵修辅导、灵修陪伴 基本上我都是交换的 希望大家明白 我说的 context是指在灵修辅导做的事里说 所以你完全没有做过又没有带过 可能不太知道我说什么 大家有兴趣在这个课题上 作为基督徒也鼓励大家接受陪伴 我希望开始在新教的文化里面 尤其是陈国权牧师 我知道他几年前开始这个中心 对我听到 带出这种文化 除了我们看圣经 我们自己祈祷之外 似乎是需要某一种陪伴的过程 好 我去到个主题和大家开始进去 我讲这个主题叫做 从原则与基础看淑导导人 我想提供的是一个视野为主 在陪伴的setting 一个这样的处境里面 在发生的事情 用原则与基础的角度去带出来 当然我主要是想帮助这个视逢的人 希望视逢的人能够意识到有些事情在发生 通过原则与基础的向导去陪伴对方 所以我的课题是比较窄的 并不是太阔说灵修 希望大家都知道我大概的方向 我方向里面也没有说太多技巧 如何陪伴 我想每个人有自己的背景 可能有辅导的背景 有些人是比较纯粹是灵修 信仰的一种进路 每个人的技巧会有不同 所以我探讨的不是技巧 我想一起探讨是两个人聊天的时候 发生了些什么 我承认我这个主题 我自己不是在书本里跟大家说的 比较是我自己一种反省的累积 在十几年 我做了这一行十几年 十五年左右的时间 正式做 在纳着灵修的文化里 我自己整理一些我自己的反省 所以大家都可以有一种认证 我说的东西是否合理 因为不是什么权威的书 我引用和大家说的 所以比较是一些心得的累积 可能是不全面 或者未必很正确 大家可以互相自教 我只是想用这个向导 我觉得很重要 为将来做熟灵导引的人 有这种视野是重要的 OK 前面我想播放几段短片 在伊纳着电影里 和原则与基础有关的 几个视频 大家看完有点兴趣或印象 我才讲后面的内容 这是想像出来的拍电影的导演 在想像伊纳着小时候 他爸爸教他 第一个原则很重要 整个神操或伊纳着灵修 是建基在原则与基础 所以这里带出 打架有第一原则 要时常看着眼睛 看着你的敌人 这些是打架和人打架的第一原则 不要先学什么招式 他带出原则与基础、基本方向和内容 和选择有关 所谓做神的旨意 首先要有一种平心 这个人不平心 因为他已经定了每日的日程表 其实他心里觉得要探望他妈妈或陪下他儿子更加重要 但他有时间才做 这个重要性就颠倒了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祈祷里面 知不知道我们在心里面平平 然后才问什么是更加重要 另一面带出 他不是一种教导 教导可以看圣经 或者教会强调些什么 他是一个人找自己的路如何去光荣住 所以需要一个陪伴的过程 去找到这件事 这个带出可能是我发挥最多的影片 就是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看到当时是宗教裁判所 这个法官在审议宗 宗教裁判所是很敏感的 他的神粗和进路在教会是新的 所以你知道当时中世纪 这种宗教裁判所是很敏感 关于一些思想正确的事情 他最后和法官说什么 大家留意就是 教会有一个对立面 好像这两只狼要合作才能吃饭 教会需要你法官去审核 信仰的正宗 教会需要我这些人 比较左派这些人 去看到新的需要 新的可能性 讲改革 教会需要两种人 一些叫传统 一些叫隔身 你要平心看到它的价值 所以他回答就是 其实你和我不是敌人 只不过我们在教会 尽我们的责任去光荣住 所以那两个对立面 就是我今天想带出在零修辅导里面 我用了这些 大家看的文章 收了一张纸 所以下面我先给大家的文章 这个我不需要解释 这个不是我要讲原则与基础的内容 基本上 大家有这个text作为一个参考 就是主要带出一个方向 我们原则与基础是 我们陪伴人是要找到主 我们做灵修 做数灵导引 我们知道的方向是 人和神建立赞美 是要依奉侍奉他的关系 包括最后使命 最后刚才的影片就是 究竟使命是什么呢 我每天如何去赞美神 是通过我的使命 除了祈祷之外 是通过我的使命去实践 我如何找到这件事呢 首先伊纳酌说你要平心 平心是带出四个向道 不重视健康多于疾病 不重视财富多于贫穷 不重视尊荣多于屈辱 不重视长寿多于短命 他举了四个最极端的例子 人已经偏了第一面 人喜欢前面不喜欢后面 但伊纳酌说这样也要平心 因为你都不知道神是否 病病可以侍奉神 但你很拒绝 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 突然做不到事 即是侍奉神 那便很挫败 但伊纳酌说你怎知道 病病也可以侍奉神 你的心要平 你的心不平 便知道如何侍奉神 你的前后颠倒了 所以这个原则与基础 带出这个很重要 有了一个中心之后 主在中心 太阳系 太阳系在中心 其他东西是围着中心转 我们的生命是围着神转 基本上是这样 有了这个视野之后 面对万事万物 包括我的工作 我的家庭 我是平心 不重视这个多些 还是这个多些 先问最后 神怎样啟发我 认为什么是重要的 这个基本上就是 整个神粗 或者伊纳酌灵修 所谓的原则与基础 什么都回到那里说 OK 有需要谈的 我们后面再谈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所愿意选择的 只是更能引力我们 成就受造目的的事物 那个更是 整个伊纳酌灵修 另一个 因为灵修 基本上不是谈好与坏的问题 虽然在目灵辅导 会谈教会的一些 或者是婚姻 或者其他事情 有没有做好 这类的目灵方面的事情 但在灵修辅导 基本上不是这么探讨伦理 它是探讨好和更好的关系 已经是好的 但是神想我怎样呢 或者在我日常生活里面 什么阻碍我不可以更好呢 这是比较属灵导引的核心 就是问神这个更是在哪里 所以时常回到第一原则 就是这个原则提供一个意义和方向 它是以主为中心 相对于以自我为中心 有没有留意有两个相反的东西 还是你留意不到 通常找你聊天的人 他就不会留意到 他只是找你聊天 他不会留意那么多 他只是想要讲话 告诉你 你听说 这个责任当然是放在导师那里 属灵导引的人 即是有没有看到两个post 两样相反的东西 因为你看不到这两样东西 一齐看 只看一样便容易偏颇 所以我的逻辑很简单 我们做属灵导引的时候 有没有留意这种张力 当事人就不会留意的 你是帮他留意的 大家明白我想说什么 后面的细节我会举例 我暂时只是讲 我们的服侍是什么 就是今天讲意识和潜意识 跟你讲话的人 他只是讲他意识的东西 无论他家里的事 教会的事 祈祷的事 他是讲他意识的东西 但是 你做一个陪伴者的时候 你就留意到一个人 在意识之中所表达的东西 只是这一面 有很多东西他没有留意 是你邀请他留意 这种留意的时候 他才看到看到和没有看到的东西 放在一起 然后回到原则与基础 你有没有看到健康和疾病的对立 简单我用了这个逻辑 放在属灵导引上 和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东西 这是我首先的理念 因为你不留意一些东西 很重要的资讯就没有了 譬如他讲的主题给你听 相反的事情 你不留意他也不留意 那他做了决定 便失诸交臂 所以为淑灵导引去帮助对方进入这个事实 后面我举五个对立 在属灵导引里面 这是我自己的心得 首先我说这些东西 不是全面的意思 我只是想到五样东西 我想说一下 可能我过两天想到第六样 或者过两天想到第七样 所以这不是全面的东西 只是我用几个在属灵导引里面 有的一些动力 我举例和大家一起做些反省 就是问大家 你觉得是否有意义 在你做的过程 或者你被陪 或者你被陪的过程 再有些是被人辅导的 你觉得这几样是否有意义 或者是否重要 所以是比较从大家切磋 我这里没有什么权威性 因为是我自己的体会 我想说的是 在属灵导引里面 交谈和静默是一个对立面 我不知道大家做属灵导引 有没有静默的时候 这些就是 主要是说话 当然你辅导当然是说话 但就不是只是说话 什么呢 情感和理性的关系 俗世事务和宗教经验的关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William Berry那本书 一本书 关于 What is spiritual direction 可以说是经典 在八九十年代 在伊纳作灵修界 他解释什么叫做属灵导引 他的school of thought 基本上就是 因为太多人做属灵导引 各司各法 有没有一个核心的东西 这些东西 就是回到宗教经验 在宗教经验那里说 宗灵导引不同 心理辅导 不是做心理辅导 也不是做属灵 目灵辅导 有特定的主题 方向 内容 内容就是宗教经验 但我正式提出 以俗世事务和宗教经验 如何去相反的事 在属灵导引中 如何看这两个Dimension 这两个向导 全心接纳和福英信仰 我想带出 大家知道做辅导 你是全心接纳的人 在你面前 所谓Fully Pleasant 你是接纳他 你是肯定他 尊重他整个经验 但同时你是代表教会去做事奉 在这种原心接纳的人 跟你代表教会 要说话的时候 你是有张力的 最后人为努力和靠主恩典 最后人为努力和靠主恩典 究竟你要做多少还是不做多少 很快便交给主 这个问题很难交给主 这是真的 又不是什么都可以靠你去处理 所以我带出这几个向导 和大家一起做些反省 我再具体说 很多时候我想带出 可能你只是集中在某一个铺 即某一个端点 我说这五个例子 你另一面可能你是忽略 我只是通过这个分享 希望大家做灵导引的时候 你如何留意 当你处在一个向导的时候 你留意另一个向导 好 这个很简单 我想用这几个例子 和大家反省这个 所谓原则与基础平心 正正我们要平心 去进入一个处境里面 几种的张力 辅导在导引里面 基本上是交谈的过程 交谈中是制造出一种接纳和了解 被被判的人是感觉被接纳 这个很重要 通过在交谈里面 这些技巧大家都懂 所以我今天不是说什么技巧 假设我们都在做这些东西 你陪他由经验走向明了 他讲一些故事给你听 根据你的学识 你的能力 帮他明白一些事情 明白他自己 明白教会 或者圣经 你会在大家聊天的过程 去开始走向明了 但我想说单纯的交谈 尤其是局限 我们先在辅导里面 不说话 开始不说话 不行 我们很自然的交谈 去解决问题 看看如何处理一些事情 但经验本身是复杂的 因为经验包含意识和潜意识的部分 大家都学过冰山 我们在冰山下面的部分是很多 当人说他一种外在经验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他祈祷是怎样的 他觉得跟神很近或很远 他将一些经验和你分享 他来找你 但他说的时候 很多重要的内在经验可能被忽量 所以静默是什么意思 很多时候通过你的提问 你的邀请 你带到一个静默的气氛 使他可以和自己的潜意识有一种接触 他接触潜意识的部分 他就要立刻停下不说话 我举一个例子 我做修士的时候 当然我们在耶稣会见神师 我在灵修一个很大的突破 一个分水嶺 就是在淑灵导引学 就是我和神师说我在学校工作 当时我是修士去实习 教书当然 我就见他了 定期见我的神师 也是耶稣会神父 那次我特专有件事和他谈 就是我对那个校长很不满 我就跟他说 我不介意这个校长怎么怎么怎么 他这样和老师相处是不行的 背后我想说你会影响收会的声誉 或者你这样做教育不行的 我不介意他怎么怎么 不过他这样对学生 又不是很尊重 诸如此类 这样做教育不行的 我就是想投诉 我把我的不满 就想有个人听听我说话 那我神师就看着我 突然间就说 你很介意 这句话我立即停下 我就没话说 因为我不知道他突然间 因为我没有心理准备 我明明在说我要说的话 他突然间跟我说 你很介意 即不是在我的默套 我默套等他在同情我 或者跟我说学校是否怎么样 可能澄清一些东西 说多些给他听 或者等他同情我 诸如此类 就是我们做辅导 可能在等对方某一些互动 但我的同伴很有经验 就是他把核心放在我身上 我真的没有话说 因为我突然间觉得 我是否介意 这个我就要在我潜意识上 我的意识就是我不介意 我们男人经常说话 我不介意你怎样 不过你这样说也不行 我不介意你怎样 不过说都是介意的 不知为何我们人喜欢这样说话 即是说没有去碰触自己的潜意识 内在的真实没有呈现 好像用到自己很客观 他背后就是表示很客观 我不介意就很客观 我没有冤枉他 他是这样做事 不介意表达一种很冷静 很客观 说个事实给你听 我没有加严加噪 不过这样说话的语言 问题就是 去了一面就没有看另一面 其实我自己很不舒服 我觉得受伤 我觉得不被重视 诸如此类 我当然不记得 我军事已经十几年前 自己做修事的时候 这是我灵修的分水岭 我可以突然明白 灵修是留意什么 这些事实是相差一步 灵修走得很冤枉路 就是焦点放不正 我们说如何和神建立关系 很想做神的旨意 但对自己不了解 我可以分析很多问题给你听 我校长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说一大堆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介意 静默的好处就是 好像当头胖壳那样 我马上要看自己 所以我想带出一个例子 为何静默呢 就是一个熟灵导引 你某一种能力 其实是一种培育 你提问的方式 你邀请的方式 有没有令对方有静默的机会 因为静默里面 人有更多的资讯才会浮上来 然后就是顿不需要图像 这个我不说何理 在哲识论里面 人所有的发现发明 首先看到图像 牛敦看到苹果 他才发现牛敦第二定律 他没有看到苹果 他就不会发现 我们有些经验 如果不浮上来 我们对自己没有什么内容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 一个好的熟灵导引 我自己觉得 在谈计之中 慢慢通过你的陪伴提问 对方突然间要静下来 让他内在的资讯有机会浮上来 不只是说他想说的东西 神才有机会做事 这是背后我自己的 例如一些简单例子 有些人来见我聊天 他说他自己想做些什么 说一大堆 我听了一段时间 觉得有些怪怪的 他有家庭 有很多想法 例如有优点 我突然间就问他一句 某某 你有这么多想法 你有没有跟你老婆谈过 他就没有什么话 他就没有什么话 很多重要的事情 他一直在想 他老婆也不知道 有家室的人 可以这样做事 只想你自己怎么想 这些就是熟灵导引的时候 一些所谓另一个铺 一个人说某些事情 另一个铺是什么 我觉得重要的是 有些所谓 所谓missing information 没有 所以我们培育我们自己的时候 要留意这种动力 What is missing? 这是平成为一种新谈话的主题 我举个例子 就是路加福音2章49-51 大家知道什么事 就是耶稣留在圣殿 圣母和圣子去室 找了他三天 找到之后 我认为圣母是一个好的妇妇 他没有骂他 他知道他怎么说 他没有骂他 他怎么说 你知道吗 我找了你三天 我很痛苦 圣母是一个很好的 他说他自己辛苦 不过 主耶稣代表上帝 或者代表神 说了一句什么 你做什么来找我 你不是应该知道 我要留在父的殿 圣母即刻没有话说 圣母即刻没有话说 圣经说 他将一切默存在心 因为这些question 就是很powerful 神的问题提问很powerful 他有足够理由罵儿子 这是做母亲 有所有理据 而母亲做得很好 他没有罵儿子 误异、不生性 有什么巴掌 你知道吗令我很辛苦 不过神的question 是更 demanding 你干什么来找我 圣母即刻收声 这是熟灵导引一个很典型的dynamic 在谈话和静脈之中的一种平心 当然静脈很多时候是当事人静了一阵之后 他打破了 他会告诉你发生什么 他重新说的东西是在一个新的level 本来是在这个level跟你说 对吗 他想了一阵之后 他再跟你分享的东西已经有不同的层次 这就是属灵导引 所谓挖向深处 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陪人挖向深处 我觉得某些静脈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很简单的问题 你说了这么多 你觉得主耶稣如何看你的经验 他可能没有想过 他可能没有想过 他会立即静一静 主怎样看我的经验 他不可能立即回答到你 因为他没有想过 他只是说这件事给你听 你这么辛苦 你其实在痛苦里面 在家里有很多东西 你觉得在这里 主见到你的经验 你觉得主是觉得如何 当他重新静默 再跟你说 他自然的level就不理了 这是我有一些体会和心得 OK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是 我自己觉得 《树灵导引》有这一幕是最精彩的 所以我放在第一点上 作为一个导引的人 你会感觉到一种安慰 如果你聊天从一个level 进入第二个level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有一种神慰 是用以纳着的意义 有一种安慰 不是一直在这个level 说下去说去 应该怎么做 突然间有一个深一点的层次 大家都知道 在陪伴在导引的过程 人是在情感和理性之间互动 经常不是很平衡的 在开始的时候 通常 例如我自己带避证 或者其他导师带避证 很多避证者来 他一开始说很多道理给你听 他做祈祷 对圣经的了解 对经文的了解 他说一篇道理给你听 他怎样体会圣经 是一个理性的层面 他说不到自己 情感是和自己有关 和主有关 自己的情感 或者主的情感 所以导引的人是要留意平平衡的 只是说很多事给你听 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 很多事 通常是事件最普遍 我们最近发生什么事 事件里面 大家知道我们做数领导人不是去解决困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基本的信念 我们不是去解决他的问题 我们没有能力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整个方向是 无论发生什么 无论他说什么 我们是陪他发现自己 因为最大的资源在他自己 或者在主上 不是我给他什么意见 我们的意见通常没什么用 因为我们都不在他的处境 最多有一些智慧 我们可以给一些 所以我们要经常留意 在交谈里面 这种理性和情感是否平衡 如果大家有看过一本书 叫《荆奇的天主》 英文是《God of surprises》 英文是 里面有一个描述 挺有意思的 就是作者陪一个避震者 叫他去默冠加勒婚宴 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他看到这个场景 他也做到很多人 在婚宴上 很热闹 他做不到一个祈祷 后来看到主是什么呢 他在想象的默冠中 他说我见到耶稣很严肃 他带着次官 他说他对人很不满意 如果你听到一个避震者 跟你说这个图像 你有什么感觉 首先他对神的形象是什么 在加勒婚宴 神居然坐在一个宝座 耶稣坐在一个宝座 很严肃 带着次官 对人很不满意 这个就是人性潜意识的帮助 今天有心理学系的帮助 就是 这里反映着他内在的状态 他对神的关系是一种规规矩 很严厉 神似乎不想我们享乐 这个就是通过他 他不知道 就是你做一个导引的人 你如何帮他发现他与神的关系 这个人根据他写书 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很认真的 规规矩矩 但你从他看到他与神的关系是有距离 这份距离在属灵导引里面 你作为一个导师 觉得有没有需要陪他成长 另外这里带出另外一些东西 就是 这本书是一看的 就是 他的作者叫 Gerald O'Collins 都是一本classic 关于伊纳序灵寿 Gord of surprises 就是我们在这个情感和理性的一个张力里面 基督徒通常在你面前有不同的信仰阶段 有所谓 今天说是一个比较建制 比较传统的 第二个阶段是先知的阶段 有本书叫Stages of Faith 有人是先知的阶段 批判性很强的 对教会的建制是看不惯的 第一批人是在教会的建制培育出来 对教会是忠诚的 是热心的 但是都是规规矩矩的 第二种是先知刑的 基本上是批判的 第三种是属于mystical 就是走向比较成熟 在与主的关系中 比较能够停留 这是在Stages of Faith的书中提出 在不同阶段的人 其实有他的理性和情感 每一个阶段的人都有两面 在陪伴的时候 你要知道对方大概在哪里 你在帮他留意另一面 正正你今天要陪伴蓝丝和黄丝的人 正正要知道如何陪伴 他们很意识到自己站在什么立场 或者有什么理性 他讨厌什么 喜欢什么 但正正无论你是什么施 你可能忽略了另一面的价值 所以淑灵导引经常是一个比较高的观点 去看我们 因为正正我们有没有平心 今天香港社会的问题 就是站在某一个立场 基本上在灵修原则与基础 我不重视黄丝多过蓝丝 我重视黄丝多过蓝丝 我重视黄丝多过蓝丝 我没有这个基本的态度 不是先有态度再问如何侍奉神 而是先有一个平心的态度再问如何侍奉神 有时颠倒了 我们有了立场才问如何侍奉神 这里的情感和理性 就是为导人的人 如何用你的方式去平衡 因为平衡了 你才可以问神想我做什么 另一个例子就是 在伊朗的书信上 他跟一位修女很熟 当时不会有电话的东西 都是写信来往 关系很熟 这个修女有些灵修问题 请教伊纳酌 他说在祈祷里面 我好像想侍奉主 伊纳酌的回信 因为伊纳酌的信也有出版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他就回复这个修女 大家很熟 他就写给他 为什么他说我愿意侍奉主 这是一个虚假的谦信 为什么不直接说我想侍奉主 不是很远的 伊纳酌在他的文字里看到 他背后有一种情感 是什么情感 就是担心害怕 当然纳酌写信 就直接告诉他 如果今天陪伴 可能就问他 你这样说 其实你觉得如何 你心里觉得如何 好像想侍奉主 有些却步 有很多所谓尖前顾后 这些就是要澄清 他有他的理性就是 我好像想侍奉主 伊纳酌的所谓微细就是 背后有一种情感 他自己看不到 这个就是导引的贡献 这是假的谦信 你有一种担惊害怕 当然今天做陪伴 就不会直接告诉他 你和他探索 最好他自己说出来 但是你导引就是有个方向 邀请他留意 他留意到自己的理性 是想侍奉主 他没有留意到自己的情感 有很多hesitation 这个就是要平衡 那两个端点 如何能够平衡 这个就是导引的贡献 你帮他了解自己多些 人的言说通常会侦选某些方面 陪伴者需要留意 三种信仰阶段的理性和情感 建制、先知和奥秘 比例是不一样 奥秘的人当然他的情感会更多些 反过来 有很多人祈祷很多情感 听完后有很多眼泪 他觉得和主很亲密 但你听到他觉得怪怪的 或者你不感动 这些感觉就是告诉你 有些事情不是很平衡 你可能要问他一些比较理性的事情 你可能要问他一些比较理性的事情 不只是停留 而是一个情感 这就是导引的人自己培育的方向 我刚才说了两个例子 情感和图像有关 要懂得停留 你是帮他停留 在某些图像中 他发现那份真正的情感 在哪里 所以我们最后是帮人做分辨 就是他要做选择 做选择就是要资讯 要两方面比较足够 要不然我们资讯侧众一面 我们做选择就会偏普 我讲快一点 因为想多些时间讨论或休息 好多时候我自己的经验 好时候我们听人说话 都是听他生活的事务多 但熟灵导引我们强调宗教经验 根据William Berry 他自己都很大影响 陪伴做什么呢 我们不是做心理辅导 当然去到宗教经验 这个是陪伴的核心地方 但是人跟你谈谈 首先他未必真的做很多祈祷 不是过多做备证在里面 有直接的祈祷报告给你听 很多时候是没有一个很长的祈祷的背景 找你谈谈的 所以基本上是谈日常的事情 当然是所谓的俗目 但是你又想做宿灵导引 你又不是想做辅导 你又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不是想解决 我不是做心理辅导 我不是做无灵辅导 我是想陪他走近神 这是我定为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他就说 当然是从事务开始 发生什么 家里如何 教会如何 我会讲一堆故事 那你怎样做熟灵导引 除非你有一个视野就是 我不知道基督教会是否说道成肉身的神学 有一个神学观就是 因为耶稣降生成人 所有东西都有宗教的福度 伊纳酌的口号就是所谓的 Find God in all things 他说很多俗目的时候 你怎样发现这种熟灵的福度 疫情没有说祈祷 只是夸快裡话 讲一些细节 属于属灵导引的主线 你祈祷主耶稣如何 你可以在主题里 就是属灵导引 或者与生活一些关系 但起点不是anor到着上去 所以いう方法也非常的重要 这里有没有属灵的幅度,这就是我们做导引的人,需要培育自己 所以我想区分宗教经验和宗教语言 他跟你说的可能就是没有宗教语言,我想带出一面就是没有宗教语言 但日常生活时常隐藏着主的恩典、对主的爱、扭曲了主的形象、逃避主 所有的日常族幕里都有这些属灵的主题 我不知道你同意吗? 但你听的时候,你听什么? 譬如他说,我暂时没有什么例子,因为这里没有特别的例子 譬如他说很多比较悲惨的事情,最近不开心的 他觉得辛苦,没有时间祈祷 他跟你有些抱怨 除了听到这些事实之外,你听到什么? 其中一个,我随便说,视乎每日的状态不同 如果我随便说,你经验了很多这些困难 但你都花了心力来见我,这里是你想要什么? 或者你经验很多困难,你觉得你似乎很健康 你似乎很有力继续祈祷 你有没有留意到你身上有什么因点? 这些可能性就是我们听一个俗事的时候 我们同时是听到有宗教的幅度 我们不一定要听到宗教的语言才是属灵 这个我想带出原则的基础就是要平心 我们平心听人的故事 他是说俗目给你听 不过我们有没有听到这个人和神近还是很远 所以你会感觉到 他说的故事里面,你觉得这个人和神近还是很远 这个就是你感觉到的 所以我想带出这个事是我们不一定要听到宗教的语言 没有宗教的语言可以有宗教的幅度 如果一个人直接说宗教语言说祈祷 那就比较停在那里 但宗教语言里面 首先是帮他有一种 如果在秘证里面比较常见的就是他说祈祷 我们做的就是在宗教语言里面 我们也帮他经验 在这个与主的关系里达到一种满足 是走向主的使命 最后依纳了灵修和使命有关 是回到世界的 不是停留在祈祷的美好 所以最后宗教又回到世世族 宗教语言有这个可能 也是逃避生活的真相 这是要听的 有没有一种逃避的可能 你问他生活如何 他说不到给你听 他就是想停留在一种很漂亮的和神的关系 所以宗教语言可以是一个陷阱 某种不成熟或者错误的观念 这是去回到世族的 去回到自己的 所以两种语言我想带出是一种互动的过程 首先视乎我们自己在哪个阶段 在信仰这三个阶段里面 你要知道自己比较靠近哪一样 这个可能在东方这个现象比较少 我想在西方教会里面 这个比较多 很多现在教会 大家见得多不多 就是I'm not religious, but I'm spiritual 不一定要回到哪个教会 或者是哪个教牌 他强调我对信仰有兴趣 我对神有兴趣 但我对教会没什么兴趣 我是Being 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 我不知道大家见到这些机会多不多 后现代的多元社会 倾向是质问惯有的常规和习惯 即是你们的视野是有一种辩证 是一个对立的 譬如他觉得上教会不重要 你可能觉得很重要 后现代会出现这些不同的对立 跟陪伴者视野不一致 首先你要接纳这个人 你知道他跟你不同 有些价值观 虽然大家都是基督徒 但有差异 更加不用说同性恋的问题 离婚的问题 读而此类 大家的视野可以不一致 那你如何接纳他 这是一个挑战 不是每个人做到 这是你要问自己 你如何陪伴信仰有差异的人 你用什么去陪伴他 因为在你背后要复应信仰 这是一个张力 所以我自己的出路是在发展和辩证的事域 大家在不同阶段 理经是比较成熟 他就比较初步 对圣经、对信仰的了解 大家不同步 甚至是相反的 有些是变证 即是相反的意思 发展的意思是大家不同步 大家要慢慢澄清 在交谈上 等待和尊重经常是重要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神操第22条和第15条 第22条就是说这一笔说 当时已经有宗教改革的对立 但这一笔也说 当你和人谈计时 你先是假设对方的好处 他听他说话 原文我不太记得 当时已经是宗教改革 天主教、基督教已经打仗 但伊纳酌强调这一点 你先是假设对方是善意 是坏作善意 或者他背后的东西 如果不同 大家慢慢澄清 第15条就是神操说 我们不要太多个人的意见 祈祷的果实是交给主 直接跟这个人说的 这是15条和22条 带出这种全心接纳的人 最后讲到人为的努力和靠主的恩典 做陪伴者未必自觉 因为我们很想帮个人 所以我们做督道 或者自己反省的过程 是要留意一件事 我没有做得太多 或者反过来做得太少 这是一个动力要问自己 有时是过于主动的介入和建议 不自觉作为陪伴者的权威和影响力 圣入自若望 有本书很有意思 他说一个被陪伴的人有三个敌人 第一个是魔鬼 第二个是世俗 第三个是肃灵导引的人 因为很多肃灵导引的人 但人不知不过用了权威 告诉对方应该怎样做 太多个人的意见 所以再去到神称第十五条 反过来有些神师过于被动的聆听 只强调作为陪伴和鼓励的角色 有些不清楚和错误的地方需要作出解释 当然牵涉到每个熟灵导引的能力、神学知识、各方面的能力 因人而异 动力不是什么都交给主,我们很容易有出路交给主 我不想介入那么多 这是需要问自己是否够平心,还是怕冲突 熟灵导引的人都有自己的关系和课题 可能你不想和他有张力 这些是否你自己的课题 所以在辩证中,如果两个人有对立的时候 在辩证中引发对方对自己有更大的发言 所以目的不是他同意我,而在大家不同意之中 我们的目的是他更发现自己,更了解自己,更了解神 不是他要同意我怎么看 就算是一个同性恋的人,他有他的立场 或者他的看法,你也要帮他发现他自己 他的历史,他和神的关系,他如何祈祷 这个是需要问的,大家根据大家的情况 目标不是他要跟我怎么看 所以一方面我要努力帮他,去面对一些实在的关系 例如我有信仰的立场,我们不是Value Free的陪伴他 我们有信仰的立场,但信仰的立场又如何呈现 这个是值得我们在做的过程,为何要见督道 或者有些事情是要谈的 总结,我带出张力作为灵修的视野 包括数灵导引,张力本来是伊纳着讲的原则与基础 放在灵修生活,我用这种视野放在数灵导引 在导引的时候留意不平衡的地方,过游不及 接纳比斯的关系有时会在张力之中 值得在结束的时候有所回顾 有时有张力出现,值得回顾动力 平时在生活中,多粗练和留意相反的观点和可能性 你问一下你自己,你怎样听一些与你相反的东西 你是很顶得信还是顶不信 这都是去培育我们的capacity 我们怎样去承载生活中的张力 相反的东西 好,我就分享到这里,好吗?就停在这里 你要以为到自己的无助 一个无助的人是很难帮另一个人的 所以你的无助感是首先,你觉得在神面前 你有没有一种得到某些力量 即是你可以听到他的东西 即是你根本不想听下去,这个已经有差别 因为你不想听下去,你真是无奈,等他说完就算了 你不是准备自己去帮他,这个第一个要区分 即是关键在你自己身上 因为我们所谓做数灵导引的人 即是什么人来都可以 我们也是专心听他说的 然后我们进入一个状态 可以去帮他的时候 首先我要先放下我的无助 如何放下呢? 这是每个人的培育 首先我要放下我的无助 我对他有兴趣 还有有兴趣之余就是我一个视野 就是他这样是OK的 就是全心接纳 一个人 就是中国人说 有头发是谁想做辣椅呢? 他这样的状态他都不想 所以他一定有他的原因或者有他的困难 我背后有这个视野 就是所谓的全心接纳意思就是 所谓的同理心 他这样一定有原因 有这个前提我才能进入到那种聆听陪伴 还有这里有两个张力 就是他是不是全部都是怨气呢? 你听的时候有一些光光 就是在原则业基础的这两个post里面去听 他听前提就是你要平心 所以这个最后陪伴 最后是说陪伴者的capacity 多于是怎样陪伴 因为怎样陪伴可以慢慢学 但如果你已经觉得很无助 那就没得学 这个状态是最重要的 OK 不知道有没有答到你的问题 这个不可以三言两语 为什么现在做这种服侍是要有一种督道的 就是陪伴者本身偶遇见另一个有经验的人 说一下自己陪的状况 所以这里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到 就是我又没有逃避啊 我又没有太靠自己啊 还是太交给神啊 这个平衡就要和督道谈的 你习不习惯留意你的情绪 譬如你听的时候说得很好 我是害怕他 我根本不想听 这是一个情绪来的 你有害怕的 这些所谓比较负面的情绪 就会告诉你 你有没有过由不及 这个指示在你的情感里 其实那五点就是例子 在我进入陪伴的过程 那五个张力我自己是意识到的 我不是只在一面那里去听一些东西 而是我留意另一面的时候 我有没有空间留意另一面 我想回答你的问题 除非你有个例子 例如什么叫做不平心呢 我不知道是 平心就这么说理论 很简单 几句说话就说完 但困难是你如何应用 你觉得是不平心的意思 就是很快叫人去做 或者不要去做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即是无论是谁 你快点不要紧要就辞工 总之为主事奉 或者反过来 你考虑清楚一点 你如何养家 即是无论你的神师 可能你自己会处在某个立场 你讲这个例子就比较容易提出来 即是两种的后果都要考虑 平心的意思是两个post 即是放弃工作 还是放弃教会侍奉 都是两个选择 两个选择都要看 首先就是平心 不只是强调一个 不要紧要 或者不行的 你两个都要看他的好处 跟一个带出来的后果 是要看的 最后要在祈祷上 不要在这里谈 不行的 因为这个不是理性的问题 这个选择不是理性的问题 最后主是想我选择哪一样 终于我已经澄清了所有的后果 最后主更令主开心 第二个选择是平心 是不是现在呢 所以有很多来源要谈 什么是你首要责任 你刚刚结婚没多久 两个子女是要养大他 这个common sense 是否容许你没有足够的收入 什么是你第一个召叫呢 这些条件是要谈的 timing是重要的 是不是现在呢 这个谈也不只是理性解决 我没有说只是谈完就知道答案 谈之中是带出所有的考虑 正正你做陪伴者的时候 你也不支持他选择谁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适合他的 所以你首先问自己 有没有倾向鼓励他做什么 还是平心问所有 relevant questions 你有没有考虑这个 你有没有考虑这个 你做呢 你做呢 如果你这样 你有没有考虑这样 你是提所有 relevant questions 最后是他和神去决定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答到你 平安不是一个概念 首先我觉得是 比如有一个避震者 我问他祈祷如何 挺好的 没有什么 比较平静 他说几个字给我听 问题是你听的时候 你自己为何要陪伴他 因为有对照的过程 对照的意思是 你是真的没有什么 还是不会说给我听 不同的 一个人没有什么 那种眼神 还是他不敢说 或者不懂得说给你听 是两个东西 同样用你的例子 平安是两个字 不过他怎样呈现他的平安 在你面前呢 他祈祷说什么给你听 你听到他是感动 还是很干肤 你听的时候 不是凭他的两个字就决定 所以这个关系的互动很重要 在宿灵导人 不是只能听到什么内容 你觉得他的表情是什么呢 是不是一致 他和神在祈祷里面 只有理性 还是他和神有一种情感的关系 他觉得神会照顾他 还是根据圣经的解经 告诉你就是这样 实不实在 有种实在感是你去感受的 如果你去陪他 如果你觉得不实在 你便要谈 我用一些哲学的语言 就是说我们人是有自我超越的一个部分 当然我们无法用圣经的语言和非基督徒去说 虽然他对基督信仰也接纳的 他找得你当然对基督信仰比较开放 比较有好感 不过他是没有这套语言的 但是你从瑜伽我们中国人很明白 我们整个余道的佛 整个其实是有一个自我超越的一个层面 人的道德性本身是一个自我超越的 就是第二廉恥 就是我们跟着某一些准则去做人 有个宗旨 这些其实是 我们在谈谈的时候 其实是数珠某一些超越的价值去谈 因为很笼统 我不知道在哪个向上跟你说 因为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不过我觉得非基督徒 他是一个 sincere的人 他自然会走自我超越 他不是满足于身体的快乐 他有齐家自觉平天下的这种理念 他自然有一种自我超越的倾向 可能为世界做些事 为香港做些事 这些就可以成为一个主题 虽然可能中间真的不会谈到主 除非他主动有兴趣 我不知道有没有答到你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 我简单一个准则 要去导引人 我想要有一个经验 是先被导引人 我自己觉得最好的resource 就是你被人陪伴的经验 因为你被人陪伴才知道 那种dynamic里面有什么挣扎 譬如等于我的神师问我 你很介意的 Steven 说我突然驱惊了 我明白什么叫蛙向心处 有些东西是对方miss了 或者否认 我被人陪伴的过程 我明白有些东西是很重要的 不是他说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miss了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或者否认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这些是我被导引的过程才学到 所以我写这些东西 我不是看书和大家说的 在一路陪伴人或被陪伴里面 我自己去反省这些经验 所以你问我 那个准备是如何 我觉得是要有足够被陪伴的一些规律 我只是有限的经验 尤其是从男性的角度 我想从第一阶段慢慢走向中年 比较成熟的时候 其实在耶稣会的陪伴里面 是很强调那种情感的陪伴 就是情感世界如何能够去表达 有一套要熟悉某一套语言去表达 我觉得其实在教会的陪伴里面 大家都有团契或者这些小组 当然你有个人陪伴最好 自己有多些被陪伴的经验 你习惯去讲自己 有对方陪你去发掘自己的内在世界 本来是一个组织 我自己组织是因为我突然开了一线门 我接触我介意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介意 这是一线门 开始我留意里面有很多动作 我突然开了眼 虽然我也做过神操 但其实是未通的 我们学了很多东西 其实是不同的课程 我们听了不同的东西 但我想要通的就是 你真是能够讲到自己的内在世界的经验 最理想当然有一个有能力的陪伴者 有时候你遇不到 我想在教会就是如何在小组里 大家有这种我们今天叫灵修交谈 去将自己的经验和故事能够简单直接能够讲出来 这个Integration我也是这样走 就是刚才我讲我的故事给你听 我有一些经历 即是我内在某些东西 我articulate给大家听 因为我已经习惯讲了 所以在一般的信徒里面 就是如何慢慢习惯去讲这件事 而且给一些聆听 就是我被人听到也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找辅导 就是因为我们的故事被人听到 被人同理 被人接纳 我个人对自己就能够connect自己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情感世界是被否认的 就是在公司有很多东西不敢说 你不适合或很怕说 就是我们有很多情景是内在的情感世界是出不来的 所以出不来就整合不了 就是你的东西放在桌面才会怎么摆 你都没摆出来桌面 你没得摆的那些东西 什么重要 什么不重要 我要摆在桌面才会训练 我情感世界有很多东西 如果我说不到的话是很难的 所以你问我 这个是很关键的 教会怎样有空间去facility这种培育 尤其在机构或者在小团队里面 我承认这个是教会真的需要一些时间去 我知道的资源不是太多 天主教里面很适合做宿令导引的人 其实未必是多的 即使神职解设可以做或者修理 其实真的跟他聊天也未必觉得适合 所以我承认这些是艺术 好像艺术多过是一个科学 科学可以有一个层次 一步一步就解决了一些事情 艺术画怎么画得漂亮呢 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教 宿令导引 我肯定是需要在教会里累积一些时间 我承认为一个人是要跟对方聊天 首先是觉得舒服的 觉得被聆听到的 我承认有些可遇不可求的 有些随缘的感觉 但值得在教会是制造这个文化 从小组开始都是好的 如果未有个别的人适合的话 或者资源上可能太贵 或者负担不起 但教会如何在自身有的团体里面 或者机构里面去创造这些条件 我承认是难的 在天主教里面 我都觉得不是一种很普遍的文化